另外来看到在家也可以敲出健康 为了要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改善文明病 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开办花莲唯一的敲疗保健班 邀请敲疗诊疗师从台北来开课 吸引了许多肩颈、腿部痠痛等症状的社区民众参加 而现场讲师也帮民众悄悄打打 其怕用简单好入手的方式来改善民众自我或是家人身体部位的不适 一般我们还是一样单点这样一点一点慢慢敲 很痛哦 这个地方你们大家都敲得到 现在帮你单点稍微一下 等一下我用主拍扩散 因为我们时间也有一点限制 现场的学员不停拿着工具敲打自己的身体 也互相帮对方敲敲打打 有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开办全花莲唯一的敲疗保健班 特地邀请敲疗诊疗师许秀春远从台北来授课 上学期八周的课程结束获得不少回响 8月因此在开设体验班 适应许多新旧学员报名 什么是敲疗课程 就是其实是用很简单的工具 那透过经络跟穴道的原理 让他达到身体保健的作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程 是我们长久以来 我们其实都在关怀老人 就发觉说老人很多都有经络的问题 那也不可能每天去吃止痛药 后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发觉说 你用这样的小工具 其实你如果哪里痛 自己就可以敲哪里 那有非常大的舒缓作用 所以从上学期开始 我们就开始实验这样的课程 那来参加的学员 有些有脚痠的 有腰痠的 有头痛的 那也都有缓解的效用 改良式的刀疗法 搭配进入穴位的解说 不少肩颈或腿部酸痛 民众跃跃欲试 在诊疗师一番抄打后 明显看到穴位长期的气血淤积 现场学员互动反应热络 并表示除了自己身体获得舒缓 学会之后也想改善家人痠痛 我对这个关节 这个穴道 还很有兴趣 所以刚好自己的膝盖也不舒服 所以就来这里学习 重点是要学习 要敲自己 还有我老婆的膝盖也不好 我想说我老婆的膝盖 如果我来这里学习 回去帮她敲好了 那她就不用去开刀 不用去翻膝盖 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敲疗保健班预计10月6日再开班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洽询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 记者长邦彦指安详报导